44. 明報 為優吉爾擲法國球衣 Nike罰款 2015年7月4日國際A25體育用品巨碼 Nike與一間廣告公司合作 為法國巴黎一在英國戰時首相優吉爾銅鎮穿上球衣 慶祝法國國家籃球隊的標柄戰績 遭銅鎮創作者入品控告洩毒銅漲 法院裁定Nike與廣告公司需角賠6.75萬歐元 約58萬港元 捲入風波的優吉爾銅像位於著名的鄉借麗寫大道 高約10呎 以1944年新村軍裝主將的優吉爾 與二戰法國領袖戴高樂將軍並兼移行的照片為創作藍本 機座客由優吉爾的名據我們永不投降We shall not surrender 銅像由法國公眾捐款興建 1998年由英女王揭幕為小數於巴黎展示的非法國人物雕像 2011年9月 Nike聯同廣告公司與別便為銅像穿上法國國家籃球隊主力 NBA球星東尼帕加承涅帕克的9號球衣 並安排一宗隊員與銅像合照 圖慶祝法國隊打入歐洲籃球錦標賽決賽 並取得逆年倫敦號運參賽資格 製作銅像的雕塑家卡多達Gene Cardet 批評Nike事前未得其同意 認為利用銅像作商業宣傳令銅像受污味 一品控告涉及的兩間公司 每天電信報